这两天啊,中印在阿克赛庆的加勒万河谷又在对峙 我们今天呢,刚好从石泉河开车出发去阿克赛庆 这一路呢,基本上都和军事有关系 石泉河是咱们在阿里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城市 这些年呢,网上有很多关于阿克赛庆的这个对峙照片呢 其实都是发生在这个办公湖的 一会儿呢,大家就能看到咱们这个新藏公路紧挨着办公湖 这次事情据说是因为印度在武汉控制区内修路到 其实62年中印的那场出租了导火索也是修路啊 当时呢,印度认为就是我们解放军在他们的领土里修了这个新藏公路 于是呢,就不断的进行挑衅呀摩擦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啊 阿克赛庆呢,自古是咱们的中华将领 它的名字的含义呢,就是大秦的白山 你看,大秦是谁啊,那可是咱们老租中秦是什么啊 这就是办公湖啊,办公湖 现在呢,马上出西藏了 办公湖呢,是一个东西走向的湖泊啊 东边的三分之二属于中国,西边的三分之一属于印度 这个湖呢,中国这边是淡水,水尿很多 印度那边呢,是咸水,殉草不深 2017年的那个浪浪事件的时候 17年还是17年吧 当时呢,那个就是就在这个湖之边 然后中印两国士兵在这发生了一场这个拳脚冲突啊 咱们非常熟知的那个佛山无影脚就诞生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 印度那边呢,有一个电影啊,叫三傻大闹保来窝 就是在办公湖的这个另一面拍摄的 这个湖呢,紧挨着心脏线,战队地位很重要 所以咱们西海舰队就在这里住房 这次加勒万河谷的这个流出的照片里 能看到我军是水路两栖拦截的印军进入我方领域 这个湖的水鸟呢,很漂亮,站在湖边呢,就好像是在大海边的感觉 我在西藏这么久了,办公湖是我觉得最美的湖坡 店飞有点大,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里的 哎,真的好舒服啊,看天好蓝哦 远处是雪山